冬天脚步逐渐接近 明天很有感 预测全台湾最低温 落在摄氏15度 虎科权威 陈寅和医师协助冠者重获新生 行一路奉献于花莲 一场水患就欠下4000万免币的债务 来看贫穷小农如何谷底翻身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9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在连续几天温和舒适的好天气过后 提醒您即将要有所转变了 主要是受到这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明天开始日夜温差会变得很大 甚至会达到10度以上 气象局就预测了 明天这北部地区低温会落在17度左右 东部地区19度 在中部地区更是下滩低温15度 南部也只剩下18度了 天气转冷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腿部方面的保暖了 尤其是在中年以及三高族群 一旦这腿部出现不舒服 有酸痛发麻的症状 要特别小心可能是罹患有下肢动脉疾病 也就是天气冷的时候血液的循环变差 连带的下肢的血管也容易堵塞 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严重甚至会有截肢的风险 长辈到公园舒展筋骨 尤其注重下半身的运动 因为迈入秋冬 腿部毛病是越来越多 就没有力气啊 我们老了 抽筋 还有呢 也许年轻就不会了 我是老了 我90岁了 我不好 甚至不少民众已经开始天天来泡脚 促进血液循环 我本来脚是会痛的 而且没有办法抬高 现在可以 我泡了一个多月 医师就提醒腿部不舒服 可能是罹患下肢动脉疾病 尤其秋冬季节血液循环比较差 50岁以上民众与患有三高的人 要特别注意 这些下肢动脉疾病的话 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三高的问题 或是本身有一些心血管堵塞的一些疾病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只有注意到说 心脏血管会堵塞 但是其实周边的血管也是会 典型症状是走路或运动时 腿部会持续出现酸痛发麻症状 延误就医影响严重 会变黑变紫的一些现象 那同时血流变成比较不顺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组织也可能会开始坏死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最后面临节肢 而预防方法除了外在注意腿部保暖 内在还是要根本解决三高问题 才能远离下肢动脉疾病 大海新闻杨韵慈李明华台北报导 不只台湾要变冷了 放眼整个北半球接近入冬气息 也是越来越浓 尤其是在高纬度一带 美国国家气象局NOAA就发布了最新的急冻预警 而且是近在眼前 落在美东时间的明天 北极冷空气即将是直驱南下 笼罩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 首当其冲了就是五大湖区 紧接着就是美东的沿海一带 这气温通通都会骤降 包括的是尤达科他州 这次温度会落在零下十度 还有在芝加哥零下六度 纽约也只会剩下四度低温了 接着带您看到的是南半球的澳洲 即将要进入的是炎热夏季 东半部这人口相对比较密集的 包括昆士兰省以及新南威尔斯 已经出现了上百起的森林大火 造成至少有三个人死亡 三十多人受伤 还有七个人失踪 消防员挺进火场 熊熊烈火团团包围 宛如电影般的景象 在澳洲真实上演 澳洲东部两省八号起爆发上百起野火 经过一千五百位消防员 和七十六架灭火机彻夜打火后 紧急警报状态 从破纪录的十七起 奏检到个位数 即使如此还是有上百人 被迫逃离家园 有些人可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澳洲东部沿海火光点点超过一百座火场 延绵一千公里 烧毁至少一百五十栋房屋 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 住宅区后方就是漫天浓烟 路透报道野火正在影响天气系统 专家担心闪电和暴风 可能进一步引发更多大火 连澳洲总理都直呼恐怖 澳洲还没入下就标出摄氏35度高温 加上强风吹拂和气候变迁 引发的长期干旱 让澳洲东部成了野火肆虐的温床 大家新闻就不先编译 印尼今年的灵火灾情也是特别严重 烧毁的灵火面积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之多了 CNN记者就深入印尼的普罗州岛 要探究大火发生的真正原因 结果这罪魁祸首就是人类的探狱 对着火苗喷洒水柱 印尼普罗州的商访人员不分昼夜 只希望尽快扑灭森林大火 雨林中飘出的浓烟从外太空都看得到 深入社区大火已染红天空 宛如末日来临 大火行动不只在地面 也从空中灌旧 因为印尼的灵火灾情 到目前为止造成100万人 受呼吸道问题所苦 不只人类受苦 随着雨林面积减少 当地虹毛猩猩也深受其害 烂肯雨林主要是拿来种植 高经济价值的棕榈树 过去20年内数量持续成长 种植范围已经大于英格兰或希腊国土 而开发雨林的整地最快方式 就是放火烧林 因此印尼的灵火灾情 罪魁祸首就是 然而威胁印尼雨林的另一个杀手 还有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矿业 当地专家表示 也许20年后可能再也看不到雨林 大爱新闻黄敬挺编译 英国遭逢大雨 水罐发布超过150起的淹水警告 有民众被洪水冲走 不幸身亡 整个住宅区水淹到脚踝 救难人员赶快用救生艇 协助居民撤离 从空拍画面看到整个城市汪洋一片 大量汽车泡在水里 英国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大雨成灾 从7号晚上开始 24小时内降下一个月的雨量 最严重的地方甚至达到112毫米 当地发布超过150起淹水警告 有人前脚才刚进公司 家里就淹大水 女儿紧急把人扣回家 灾情会这么惨重 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主要河川 顿河 水位打破历史记录 达到6.3公尺 英国首相强生也特地前往灾区看灾 英国中部地区和南约克郡灾情最惨重 尤其在南约克郡 消防队接获约1200通求救电话 救难人员救出超过50人 达来新闻黄建廷编译 焦点带您回到国内 2019医疗典范奖 今天举行了颁奖典礼 许多常年投身于慈悸医界的 人医们都榜上有名 包括的是花莲慈悸医学中心的 荣誉院长陈英和 她行医超过40年了 是今年的医疗典范奖得主 还有台中慈悸医院副院长蔡显阳 她的专长是在眼科 另外大龄慈悸医院副院长陈京成 也同样是得奖主之一 她的专长是在神经外科 服务的热忱永不熄灭 102岁的陈奎寸医师 接获医疗典范奖 为患者解决病痛 是她的生活动力 除了陈奎寸医师还有这位骨科权威陈英和医师 同时也是第一位自愿到慈悸医院报到的医生 行医超过40年 从治疗腺天膝关节返区到脊椎手术都难不倒 医疗奉献奖肯定消不了她 我们是为病人而存在的 因为病人因为社会有医疗上的需求 才有医师才有医院 因此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随时要以病人为中心 戴上手套为独居长者打扫环境 勤劳的她其实也是一位仁医 同样以服务人群为中心的陈京城医师 加入刺激医疗团队 只是想要让偏乡地区的民众获得更好的照护 一部分的主治医师工作就是在华莲 那最后就到大林来 那在大林这边其实这边是真的很偏远 我来的时候其实这地方的神经外科的病人 几乎很多时候在假日都没有地方去 所以在假日的时候送到我们这家医院来 在帮助病人治疗的过程中是得到很好的成就 细心的为患者检查眼睛 台中慈激医院副院长蔡显阳 因为感受到慈激的爱和关怀 决定也将这份爱传达到病患心中 我觉得在慈愿的工作跟其他的医院 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它除了我们一般的看病治疗治病以外 它因为有着上人的感召 所以使到大家不管工作人员也好 连病人都大家都非常有人文充满的爱 台湾的医疗环境不只需要医师的专业和热忱 也需要民众的支持与鼓励 才能让健康存在你我之间 戴新闻李建宽台北报道 刚刚的医疗奉献奖得主之一 程英和医师 他堪称为骨科的人医典范 救治过无数的患者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两名跨海来求医的患者 他们分别是一位罹患有泪风湿性关节炎的杨晓东 他曾经悬区几乎完全对折的身体 让他相当没有自信 他有一位是L型女孩 她是来自于厦门的陈团志 罹患的是先天性的西返区 而陈英师是以精湛医术帮助两名年轻人翻转人生 得以脚踏实地昂首阔步过自己的新人生 2015年住在厦门的陈团志 罹患先天性双西返区跨海来台求医 遇见了陈英和翻转人生 因为我相信院长 对 然后就是很新啊 然后就是什么都不爱 经过漫长手术和复健 陈英和让陈团志不仅站了起来 还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到了2018年2月 陈团志结了婚 与另一半白头偕老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手术 来让他翻转人生 因此过程当中即使在辛苦 我们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我们还是要努力下去 总是以病人为中心 如此谦卑的沈英和 当年舍弃台大医院工作 定居花莲偏乡 成为慈激医院首位外科医师 如果我同样的努力放在台大医院的话 这是一种锦上添花 所以当然我会选择能够留在东部 让更多的病人因为我的努力而得到医疗照顾 陈英和自1991年 实行首例将直性脊椎炎矫正手术 目前完成将近300例 从驼背到抬头挺胸 成为许多患者的再生父母 院长感恩 院长感恩 而在1999年提升为院长 带领花莲慈激医院 从社区照护等级 推展到具备尖端医疗科技的后送医院 并在2002年通过评鉴 成为花东首座医学中心 他真的是千千君子 那不只是专科医疗的典范 而且为人做事 真的什么事都想得非常仔细 那为对方想 为病人家属想 现任院长后 持续投入骨科临床研究 论文还大篇幅 勘载于美国医学教科书《骨科新知》 还研发人工髋关节 微创人工膝关节手术器械组 术后第二天 患者就能下床行走 一举荣获国家新创奖 我的初衷是以病人为本 期望更多的医师 都能够跟我们一样 能够这样子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能够跟持续跟上人 来签下我们的约定 大半辈子的行医路 奉献给花莲 他用手术刀写下 许许多多的传奇 也用谦卑和试病尤卿的态度 治疗病苦 这次获得台湾医疗共献奖 堪称医界典范 爱的流转带您看到了 去年在缅甸曾经发生过 两场严重的水患 阳光省就遭逢重创 很多贫穷小农都因此 没有办法生计无以为继 此季展开了辅种发放 精选出品质优狼的绿豆种 以及稻种 赠予受灾的小农 如今迎来了大丰收 改善了生活困境 也让他们翻转手心 加入米兔满爱的行动 走在切末绿椅之间 缅甸农夫乌登桑 带志工看看他的收成 黄澄澄稻谷 拾起的每一把 看得出粒粒饱满 堆叠出过日子的希望 五十一岁的乌登桑 是村子里田地最多的农夫 去年两场水患 让他欠下四千万免币债务 折合台币八十万 对缅甸小农来说 是天文数字足以压垮生活 无债一身亲 乌登桑要改为背负 爱的重量 是老奈登桑要改为背负 要去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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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沉黄亭 的地方 不然说 这些辅助就不容易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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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辅助 这是稀疑的 稀疑的 不容易 因為在來樹林 就有很多人在地上 不一定會有的 善良在這裡跟著動浪隨風搖曳 我會在地上去 就像我一樣的 我會在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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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禁人傳遞的良善訊息 隨著發放的豆種和稻種 連年生根發芽豐收 待新聞黃鹿發太佐佐 尼杜雅緬甸報道 至於在中國大陸四川的宜兵 今年6月曾經發生兩起強震 造成了拱線第一高中校舍嚴重回損 在住校的學生 也只能夠持續地住在帳篷裡 此季志工現場評估過後 絕地要先援建的是 回損狀況最嚴重的教學大樓 希望給孩子們安全地 求學環境 走在正後校園 似乎一切已恢復正常 但細看不難發現 到處是修補痕跡 宿舍樓 食堂等建築 不同程度損毀 主題教學樓損毀嚴重 已經拆除 我們幾個校長 然後逐漸地去查 這個隱患和受災情況 可以說是滿目蒼蠅 真的 這個從我們教學樓到學生宿舍樓 我們到當時教學樓 很多的這個磚塊水磊塊 掉到滿地都是 然後整個這個有些 柱野破損 牆面破損當然很嚴重 有的搶我們就是這樣 可以把手放進去 它是這樣一種狀態 正後學生客難欺身帳篷 雖然已過去近五個月 人心有餘悸 就看到那個東西 從櫃子裡邊倒出來 然後床也在搖 真的被嚇傻了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動了 然後當時第一反應 就是想躲在床底下 低震之後也就是心裡邊 那幾天有餘症的時候 就是一來的時候 就是腿子特別軟的那種 當時我找到我班的學生的時候 就有兩個女生 就立刻他們就過來就抱著我 然後就開始哭 說我想肯定是 應該是被嚇著了 就我們班的孩子 我感觸最大的是 他們一夜之間成長了很多 懂得感恩 把評審室的孩子叛逆騎馬 但是他們經過這次地震的話 他們和家長之間的 這種交流和溝通更多了 更能夠相互的理解和包容 正後第二天 成都的慈激之工 就帶著輔惠床毛毯來 持續關注學校的恢復情形 決定援建受損嚴重的交學樓 我們還是站在教育的立場 站在百年大級的立場 來設想來夢想 夢想以後這個學校 是怎樣的一個行為 這行為的樣貌 在百年之後這所學校 還能夠蓬勃發展 我們就用一座高山引渡的方式 來對待學校 拆除教學樓後 一千多位高一學生 由學校安排到移賓巴中戒讀 職工帶著圓建校舍的設計圖 學生憧憬未來新的校園生活 因為我初中就是在那裡度過的三年 對他有很深的感情 在移賓巴中 雖然學校環境依然很好 但是回到拱益高的話 內心那種歸屬感 是在這個學校比你不了的 得到好心人的贊助 能夠讓我們早點回到學校 並且能夠建出一個這麼漂亮的學校 並且還是在下一個學期 我們就能夠回去的時候 我內心是十分震驚和感動 職工及時的關懷持續陪伴 新校舍元建守護希望 帶一新聞張勇邊境四川報導 鎮言上人碎莫行腳 今天到了新北市板橋禁思堂 為海外26個國家地區 300多位的弟子親自受贈寄予祝福 成為正式的慈濟志工 愛與善的大家庭持續的開支散業 接下流體上輪援禮 碎莫行腳來到板橋禁思堂 海外弟子歸來發願承擔 天主教修女站在佛教殿堂 大功臣花了近兩年 今年七月莊嚴堡壘 再次拔地而起 小鎮信仰中心 見證宗教融合 小鎮信仰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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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邊兩位 珍妮弗和波里斯 更是地震震出來的菩薩 非洲跨國慈善關懷 在這片苦難大地 拉拔起無數困苦人生 我是野生人 我希望我的家人成為野生人 當我家在利蘇圖 我會跟超過1000人成為野生人 因為慈濟是佛教 可是愛無國際 不乎任何宗教 都是用尊重 敬愛 感恩的心 匯合起來 因為它叫做愛 清淨無然的愛 慈濟大愛跨越宗教 包括穆斯林主馬教授 天主教如祭神父 更有無數實業家放下身段 千里迢迢回到台灣心靈故鄉 發心力願成就一篇篇愛的樂章 帶一新聞 蕭志杰 可信志 台北報導 正義上人今天下午是持續與各國的志工溫情座談 有約旦慈濟人分享自己長年關懷 敍利亞難民的成語琴 還有一群是來自於東非墨三比克的本土志工 把他們經常在家鄉以天地為朋的話劇演出 實際地搬到上人眼前 然後他就說我不想去上學 不要來找我 非洲墨三比克本土志工畫劇演出 因為窮 無法上學 語言不通 切盡力表演 這趟飛越10300多公里 要說的是 從上個月開始呢 就開始呢 我們本土志工走入校園 本來是走入社區 現在走入校園 在做校園的愛撒 老師 校長也都很支持 左林 右社 村莊的爸媽都會來看 他說這樣子呢 我們也帶動了爸媽 讓他們知道教育的一個重要性 愛與教育翻轉非洲 今年三月一代氣旋橫掃 數百萬人家園全毀 台灣慈濟陪伴本土志工 泥泥中站起 入園群穿善法 這有愛心的資源使用他的力量去幫助苦難的人 比他更苦的人點點滴滴匯合起來 點滴匯合 中國大陸府頂慈濟志工深耕環保 百人隊伍親近河川 帶動居民身體力行且行中有法 而遠在中東 斯利亞那名孩童轟炸聲中出生 左腳骨折 逃到約旦經歷六次手術 兩度被慈善組織放棄 慈濟志工義無反顧接手 她現在走得很幸運 她去學校 她在享受她的生命 共同友愛 向了劫友情的大盪 劫友情 不管什麼宗教 都要劫悟 祝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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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愛同行 大雨新聞 楊韻慈 鄧映中台北報導 好 場面真的相當溫馨 而今年300位新受贈的慈濟志工 也包含畫面中的他們 來自於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約翰還有彼得 兩個人都是真善美 一個人承擔的是拍照 另一個人是錄影 其實兩個人是完全不懂中文的 卻有怨有力 而且他們都有一位會中文的閒內柱 手把手的領進門 共行菩薩道 說她很喜歡拿著照相機去造天上的飛機 樹上的鳥兒 然後可以為了造那些東西 一動都不動待在那裡 那不就是我的攝影志工嗎 但要成為人文真善美 彼得和約翰要跨越語言障礙 因為我們的東西全部都是寫中文 那它是讀ABC嘛 所以看不懂 我知道它有障礙 我跟他說呢 寫不會的話呢 你就一邊做一邊寫 就像我在寫英文的時候呢 很多我還是聽不懂 要是你要刻分困難的話 多看我們上年開始 聽久了就是你的 就像是這樣子 約翰就是林畢鳳口中的男主角 不只太太 全家人都在慈濟 起發熱愛攝影的她 從興趣入志業 曾經身邊數月的彼得在妻子無微不至的照顧下成為同修 她呢就是聽不懂她說哎呀她講什麼她講什麼我都聽不懂我怎麼學呢 你就是聽不懂你才會讓你有那個動力 你就是像我們上次所講的自己的那個悲傷變成那個動力 對 那你寫的話你別人看到就感動 感動的話他們當地的那個志工我們就是要打進他們當地的志工他們才會進 假日不空過的還有他們彰化慈少班的同學 是到醫院裡頭關懷住院的病患為他們加油打氣 35歲的吳太太子宮外孕住院手術先生心疼不捨 有希望說有新的生命單身大的努力我很感動 很謝謝她 我會一起陪著她 此少班孩子探訪給予祝福 直到吳太太為了當媽媽承受身心極大煎熬 那份果決的勇敢讓大家動容 今年過一的邱同學本身是慈激照顧戶 從小沒有媽媽陪在身旁是阿嬤一手帶大 媽媽的愛是滿滿的 她感受她那母愛的動力 也讓她想到說家裡阿嬤那樣用心的照顧他們 非常感謝阿嬤讓北方我們長大 感謝她願意付出她的一切 此少班孩子分成六組 關懷住院病患大德 見上祝福送上吉祥平安吊飾 心裡有滿滿感動 覺得就是活著就是一種福氣 我要用健康的身體服務社會 非常高興大家有一個因緣在一起 因為我從台南來到這邊開刀 七十歲的黃先生鼻鬥眼開刀治療 看到這一大群孩子來關心自己 受下祝福也把感動留在心裡 大愛新聞黃子林楊俊廷台中報導 中部地區多首的國高中 共同響應了慈激 二手醫送愛到東飛 懷抱感恩的心 收下這些大孩子手中的醫庫 慈激志工在校園裡擺起長桌 開始分類衣物 慈激二手醫物到莫三比克的活動 在中部地區的國中高中開始發酵 不同的校園都有當地志工協助 他們當時都寫得很好對不對 想要真衣服讓他們穿好一點的衣服 我們這裡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但他們那邊是不一定得得到的 把大愛傳出去 一個男子是在那一杯酒 提著一袋袋的衣物排隊登記 台灣的孩子生活富足 有餘力做手心向下的人 過去我們的雙手是朝上 那現在我們有能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珍惜他們現在所擁有的 珍惜他們父母所給予的 有生命體的感覺 能夠付出於行動 創造機會讓孩子用行動表現愛 不分種族距離再遙遠 也能將這一箱箱沉澱澱的關懷 送到遠方的孩子手上 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 而現在鏡頭要帶您看到的是 由21個國家116位的藝術家 共同改造讓這個遺址 成為現在世界上的最長話廊 槍聲大座東德人投奔自由的靈魂 消逝在柏林圍牆 但我並不想像它這麼激烈或激烈 那你完全無法逃走 想逃亡如何自保 有東德人請家蕩產 只為一張人蛇集團製造的假護照 錢不夠的只能躲在引擎蓋下 涉嫌闖關 還有照片中這一家六口 擠在小小空間 只為搭熱氣球飛過圍牆 還有人不眠不休 挖著通往西德明宅的地下隧道 桃德料還算幸運了 更多東德人翻牆不成 在八九月底下的地下隧道 我曾經過破壁 這就是失敗 然後我被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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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因為 那些人被判斷 被判斷 完全脫掉了 他們只會跟Nurman說話 他們有一個日期期 他們沒有接觸到任何人 一直到1989年11月9號圍牆倒塌 東德人終於能奔向自由的西德 東德人終於能奔向自由的西德 東德人和東德人 東德人和東德人 西德人傳說 他正在開門的外面 讓他們有想到的國家 去哪些地方 如今殘存的柏林圍牆 成了馬拉松賽道和藝術家的畫布 這條1.3公里長的圍牆遺址 是世界最長的露天翼郎 最有名的莫过于这幅热烈的兄弟之吻 这是前苏联领导人布里兹涅夫 而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何内克 签订合作协议后留下的社会主义之吻 象征博爱与团结 只是柏林围墙塌了 却有无形的高墙悄悄逐起 有形的墙容易拆 无形的新墙却难除 尽管统一的德国充满分歧 人民唯一的共识 就是不走分裂的回头路 但您看到在日本 这一个不老村银法族几乎无痛无病的秘诀 打开手上的手机 看看今天的订单 这是82岁的吸引婆婆 今天的工作 依据每天的订单 采集不同的花叶 花了一个小时细细的排整齐之后 打上标签就可以出货了 这边是上村町的农会 就是像婆婆她们每天采到的花就会送到这边来 然后打标然后出货 像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刚采到的茉莉花 高级日式料理会需要许多摆盘用的花和叶子 村里很多长辈平时就是把采叶子当成额外收入 上村町每年都可以出货超过320种叶子 在日本市占率超过8成 因为采收包装及出货都不需要重劳力 中高龄长辈也能参与 采叶子的千万高收益 并没有蒙蔽上圣丁村民的双眼 每天订单是什么就采什么 也不会刻意大批种植高价的花草 因为这是他们和山省的约定 百年前的风景如何 现在的风貌就是这样 尚圣丁居民尽量保留原来 土仙传承的耕作方式和山林地貌 尖元蓬田是厅里最有名的风景 2010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景观 据说它保持了200年前原有风貌 也被称为日本的原风景 美丽的自然风光让它入选 日本最美的14座村庄之一 每年都有很多人特地来这里 Long State 潺潺的流水沿着古老水车 流入每一块田地里 200年来和山城的承诺 像不见断的流水一样 一代人传一代人 悉心保留下来的家园 不仅带给村民千万惊奇奇 更是日本人心心向往的世外桃花源 大家晚安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昨天立冬很多朋友都进补了 不过我们昨天并没有特别的凉 但是整体而言在东亚降温了 你看这个芸汐 这个其实就是冷空气下来的一个讯号 跟这种一般的暖式的云气不一样 像台风来说的话 它就发展得比较高 目前这个纳克利台风预计 是往越南方向快速的前进当中 对南越会有一些影响 那后面还有台风可能也会发展 不过这个是好几天的事 那这个时候有台风要接近台湾 特别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高压 大陆高压慢慢开始南下 所以要接近到台湾的机会 真的是很低 但是影响到菲律宾的机会会比较大 大致上这几天天气都差不多 蛮秋高气爽的 请大家好好把握 但是辐射冷却早晚比较凉 最近其实冷空气早就在 整个东亚的高纬度的地方 像这个日本 韩国 或是中国的东北 或是蒙古 西藏 这边早就一直在酝酿了 但是下礼拜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一波会冲下来 但是现在这一波 台湾在那边缘 到底冷空气影响多少 只能说到时候再来看 但是以整个趋势来看的话 的确是有一波会降温 目前来看的话 是慢慢的像楼梯这样往下走 的确有这个机会 但是大致上天气 未来这一两个礼拜还不错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候的 特性的影响 请大家好好把握 尤其是这几天 这几天是很舒服 但是早晚在北部 空旺地区稍微凉了一点 17 18度 但是未来这几天 礼拜四 礼拜五 有一波降温 那这波就有待观察了 南部的天气稍微降一两度而已 但是天气还不错 请大家好好把握 不过呢 因为各地不下雨 基本上除了迎风面 云量比较多之外 都非常的晴朗 很适合洗衣晒衣 不妨大家可以把冬天的衣服 可以拿出来晒洗衣 准备可以开始 还没有马上可以用 但是准备可以用了 中南部要留意空气品质 比较糟一点点 那北部还是云量比较多 但是各地的天气 早晚是比较凉的 请大家留意 明天白天呢 大致上天气呢 都各地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 不过呢 中南部空气品质比较糟 但是各地的天气是很不错的 很适合外出爬山运动 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 自己天周末的好天气 转干转晴舒适天 早晚比较晴朗 也因为晴朗 辐射冷却的影响 早晚呢也比较低温 要多穿一件衣服 下周呢持续好天气 周五六另外一波冷空气接近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普提 接下来新闻内容会转到大爱二台 包括了奥地利维也纳 开始接纳树葬 取代传统的土葬 而打乒乓球真的能达到预防近视的效果吗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带二台 稍后马上回来 拿起手机准备好扫描了吗 三 二 一 go 明天慈祭在菲律宾 南部的明达纳尔岛强震灾区 竟将要展开大规模的发放 为将近两千户的受灾家庭 送上祝福金以及各种的生活物资 这也是纳卯的志工 头一回承担起这么大型的发放 至于在首都马尼拉的志工 自然要全力相挺了 大伙是提早搭机南下 飞越千里 20位慈祭志工列队走进米仓 仔细一看 清一色还都是男性志工 他们来自马尼拉 前一天才刚忙完 25周年庆的活动 周末立即南下纳卯 准备支援周日的大型发放 从米仓到货柜车里 志工排成人龙 将一袋袋的大米传送出来 这群平常都是做办公室 老板级的人物 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 汗石一山了 昨天就忙了一天 25周年 4点5周天就是到园区 来参见那个25周年庆 今天又来了 这么累啊 为什么会想要来这样付出 就是要尽一份心意 帮忙这个大宝的灾民 能够为地震灾民付出 志工们都不想缺席 石朝昆是到星期五的晚上 才确认自己有时间 能参与付出 尽管机票比同行志工贵了一倍 他觉得还是很有价值 听说你的机票 是昨天晚上才临时决定的 为什么 所以主要是我看到 我们菲律宾奇迹分会 25周年的合动 设计在给我感觉感到很激动 而且做这样的体力活做得来吗 还可以还可以 这种是用金钱形容不到的 这是慈祭菲律宾分会 25岁生日后的第一场大型发放 除了马尼拉的志工请全力协助外 纳毛志工更是全体总动员 还有不少志工公司的员工也都投入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商会 都是以为说出一点钱去救灾 其实我们都没有到现场去 不知道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这次我们到了老包来 我们在这里自己把东西装上车 然后明天要去现场去救灾 感觉很幸福 做足万全准备 期待周日的大型发放 让现在还无以为继的灾民 能带回满满爱的礼物 大爱新闻 欧军平陈立伟 菲律宾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三年多以来 发过了一万多条推特 不过他平均每五天 就会拼错一个字 连自己太太 美国第一夫人的名字 也都拼错了 常被媒体大做文章 美国总统川普爱用的推特 追踪人数多达六千六百多万 跃升全球第十一大账号 不过他的拼字能力 远远不及他的人气 川普任内发了一万多条推特 犯了一百八十八次错误 平均每五天就会拼错一次 错误率比欧巴马高出许多 英文老师担心 川普推特这么多人追踪 怕网友有样学样 拼错字又怎样 川普铁粉直接拿推特错字 Kofifi替赛马命名 还在比赛拿下第一名 Kofifi has trumped the competition 她比赛拿下第一名 Kofifi 小心翼翼翼把几片花草放在树根旁的骨灰坛上 这里是奥地利维也纳的卡伦山墓园 听起来潇洒 但刚开始这种方法并不容易推动 与传统土葬相比 环保树葬造成的环境负担小 也没有后续维护压力 经过推广越来越多人愿意尝试 选择环保藏 往生后城归城 土归土 降低环境负担 也留给后人更好的生活空间 大约新闻张国田编译 中国大陆这几年兴起了一股健身风潮 不过实在发展太快了 也带来引诱 随着音乐 踢腿 跳跃 北京一家健身房里 大家卖力挥汗如雨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运动基础 能走进健身房都会感受这种课程 给到你身体 以及给到你锻炼的那种需求 中国大陆的健身房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根据统计 到目前为止有超过三万家 是上班族释放压力最佳场地 年轻女性对美丽的定义 也悄悄改变 全民健身事业蒸蒸日上 预计到了2020年 总产值可达到1850亿人民币 将近8000亿台币 但是看似繁荣的市场却暗藏隐忧 打价格战抢顾客 加上租金越来越贵 根据大陆央视 有60%健身俱乐部 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问题 倒闭纠纷更是史有所闻 如何健全市场机制 是未来持续发展的关键 大爱信用女方编译 除了健身之外 这保护灵魂之疮也相当重要 而打乒乓球真的可以预防近视吗 专家说的确有机可循 高三的谢同学 是中明高中桌球校队 眼睛盯着球跑 一来一往 跟对方展开攻防战 小学三年级开始打乒乓球 是被妈妈逼来的 打乒乓球可以预防近视 专业眼科医师怎么说 我们的结状机的调节 就是透过这种打乒乓球 它可能有不同的远中近的距离 然后透过这些眼球 外面的小肌肉的收缩放松 然后结状机的放松去调节 近视就是结状机 长时间处在收缩的状态 打乒乓球时 眼睛不断转动 盯着球跑 眼睛不会疲劳 球会在移动 不断地打跑动 对 让它说它可以在做眼球的运动 因为我们这边是让 就是就算有近视的小朋友的话 视力也没有在加深 他们的那个调节的能力很好 所以像有的小朋友 他只要是结状机 非常地用力的时候 他还有可能 假性性是都可能到 一千度以上都有可能 那你只要把他肌肉放松 以后他可能就完全没有度数 如果你有初期的老花眼 可以尝试打乒乓球 可能会有所改善 60多岁的王先生 乒乓球打了近50年 视力好得很 所以您眼睛有近视吗 没有 要钉球 那个球跑来跑去 你要钉住它 否则你看不到球打不好 老花眼以后的那种成人的话 使用近距离 看进去的东西太久的时候 造成了肌肉的痠痛 乒乓球的落点 有远中近 小小一颗白球 眼睛要紧盯 调节焦距 就有放松的效果 自然不容易近视 也可以延缓老花的症状 健身风潮兴盛 连带许多的周边商品 还有医疗器材 比方说热服电 低周波治疗器等等 也跟着热卖 提醒您哦 在购买之前 还是要看看 是否有合格标章 民众常使用的血压剂 体重剂 甚至是隐形眼镜 只要滑鼠一点 马上就能下单 网络迅速发展 现在连医疗器材 都能上网购买 但下单前 民众几乎漏了真相 讲求方便还能快速比价 但依照现行法令规定 零有药商许可执照 同时又有实体店面的药商 才能够在网络公开贩售衣材 网页上必须清楚登陆 产品许可字号制造商名称 但却很多民众贪便宜求快 最后变成求场无门 个人卖家 然后在网络上 他不清楚规定 就去贩售医疗器材 那么民众买了之后 发现产品有一些状况 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 一个负责的业者 那这样子后续的处理 其实就是会比较困扰 一般民众如果透过网络 贩售医疗器材 依照钥匙法 最高可储200万元发还 也提醒民众 尽管货比三家不吃亏 但还是要选购 有医疗许可证的产品 千万别贪小便宜 免得没保障又上荷包 大爱新闻旅士村警员集 台北报道 园区之间影展 全台各地巡演 借由影片来推广 生命教育 对于一群被遗弃的孩子 哪里才是他们的家 这群孩子有老有少 身心灵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每个床位都有残酷的故事 他们因为身体有一些障碍 有一些残缺 被丢在那个地方照顾 那这样的人身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价值 如果有的话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爸爸推着重度脑麻的儿子 参加马拉松 想要融入部落 却被排除在五圈之外的生长者 第十九届圆缺之间影展 今年一共有八部影片入选 除了在全台八个县市演出外 还要把影片带进校园 推广生命教育 把这些影片让同学们看 去帮助他身边的神经障碍朋友 不要霸凌他们 反而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 台下观众仔细聆听 也别忘了多一分鼓励和包容 其实他们真的和我们没有不一样 大约新闻李明华 台北报导 屏东小琉球的明星海龟杰尼 成为了海巡署宣导宝玉的主角 海龟可爱模样加上趣味配音 影片一出现海巡署室脸书 粉丝页不到一星期 点阅率高达38万 小琉球地区对海龟保育意识 十分的重视 接触衍生动物应把握不接触 不干扰不畏死等三部原则 小琉球明星海龟杰尼每次遇见潜水客 总会主动接近 这一回还调皮碰触了镜头 身旁潜水客生怕碰触他遭罚 双手抱胸自保的画面相当逗趣 基于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规定 不得骚扰 虐待 猎捕 宰杀 为者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六万以上 三十万以下罚金 屏東小琉球游客不但碰触海龟事件 成出不雄 还有恶意踩踏海龟 海巡人员以明星海龟碰触人类的影片 呼吁游客千万别因为好奇碰触海洋生物 让自己吃上保单 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台中慈禁医院一连两天 举行了新联缓和照护关怀研习会 病人制组权力法实行以来 越来越多国人能够自己选择 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而今天艺人谭爱珍母女 也出席了这场研习会 分享生命经验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家住 祝福您全家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